布朗姆 而在最後的PICK 在上半部的話 給火龍拿出他的鋼布朗克 因為這陣容很明顯 他們的中野這個不算是搶的 想要拚刷 想要打COVER 那如果你打COVER 下路是打線強的角色 那基本上你就會 你的資源分配就會變得很明確 就你的資源很明顯 你是要顧住中 然後可以的話 你得進攻下路 W下推 然後中路 換一包麥波大環 直接把人給推回來 香蕾飛雪把兩個人撞在一起 大絕再回來了 史瓦尼 史瓦尼 這邊的話 哇 沒有閃線 他只能死在這裡 手材落在了MAPLE身上 我剛剛還沒提到中路 我說上推下推嘛 我還沒有講中 結果中就打起來了 先來看一下下路這一波的 嘗試上前後 喔 李宗沖子有砸到 再一個冰盒電器敲起來 哇 瑞斯特 在這個位置 被Hanabi帶走了人頭 太不小心啦 這個分帶沒有注意到 輔助跑線算是蠻失誤的 偶的話 會不會變成 反而會變成一個 可能是塔殺的機會 對 其實不容易啦 說到塔殺就有點浮誇 好像有點浮誇 來看一下這一波 大絕直接砸出來 沒有通常是砸在了母親身上 而且再踩到一個夾子 先開啟自己的驚人 躲掉了一些致命的傷害 再往後拉開來 哇 今天真的是學到了很多很多啊 來看一下上半步 但是呢 JT的話 直接從後面夾擊過來了 大絕一甩 迷迷糊換 先把人拉回來再砸出來 現在的話繼續往左外面拉開來 Betty的狀況其實很好 還可以繼續打架喔 瑞斯的進場以後 選擇再往後拉退 開啟血池 再進到了Hana的肚子裡面 血量掉得很低 開啟治癒 拉一下血量 兩邊一起拉退 五個人全部都沒有倒下 接下來是後期保證Carry沒錯 但是 他們好像沒有辦法 這麼迅速的 把巴龍帶掉 這就是他們的差別 對其實光是也就看得出來 來看一下這一波 跳了進去 現在Hana是沒有閃現的喔 哇沒有閃現 這邊已經被插成跟鳳梨一樣了 吃到肚子裡面 但你還是會被Meple給殺掉 哇那輔助倒了 現在的話是閃電狼 有機會靠著人數多的優勢 來嘗試看看這條巴龍 覺得你們很害怕 對 Fofo也是直接掉TP啊 快速跟隊伍會合 Fo哥這個意思也是相當明確 開吃開吃 現在跳進去了 開始累積自己的毛 Hana比在前線的位置 阿你沒有 他砍到眼啦 想要欲壓制對方 喔 側邊的話 這個大絕直接掌進去 但Break已經進去了 哇 但是最終的話 中幾下找了一些啊 他這一下找的話 背體一個Murin 呃 痛苦失扯 成功扯掉巴龍 然後再把人給砸出來 前線的地方的話 上銀劑上銀劑上銀劑 上銀劑上銀劑上銀劑 已經開始了血池 血池的話 能不能拖延多長時間 沒辦法啊 還是被打出震撞沒有效果 然後在這邊倒下 TP亮起來了 過來的人是Hana 但是Fofo也倒了 你過來的話 好像只是多送一顆頭啊 全部的人 一個一個被放倒 閃電狼沒損失 任何一名成員 帶走四個人啊 這個 各方面都打很好 血鬼被布朗姆上銀劑 沒辦法發揮 那中路貫通 下路貫通 剩下上路現在是 直接從二塔開始拔起 可以看到真的很失意啊 想要硬打 從後面又來 硬打了 大絕甩出來 大絕直接甩出來 然後開啟血池 在前面繼續黏人 但是變成了 對方所有的攻擊目標 四個人就貼在旁邊 上前 Hana想要救人 但自己已經先死了 根本救不了人啊 哇 布朗姆好兇殘啊 哇 又倒下了兩個人 上路和輔助一起倒下 Fofo還在努力 想要做輸出 王牌射手這一射 也沒辦法把杯體給放倒 那 沒有坦克了 應該說 沒有人可以在前面 幫你擋這些傷害了 巴龍 powerplay 一萬 零一百 零一 這真的是我 可能是這個賽季 到目前為止 看過最誇張的一次的 數字呈現 本期神秘數字 對 10 101 好啊 那來看一下JT你接下來 到底要怎麼樣防守啊 這真的很難 又從後面直接衝了進來 目標放在Maple身上 鞋鬼不敢怕喔 但是隨機只能被拉退了 大絕開啟 沒有呼喚砸出來 先交閃 先往右邊逃脫掉 第一個倒下的是小V 小V 小V一倒的話現在Fofo也活不下來 哇 三個人球員已經倒了 Ryster 在這邊你也只能死 已經主宰比賽的Maple 帶領著閃電狼 要贏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有一個時間36分鐘12秒 恭喜閃電狼 打得太好啦 我們最後一個團 你可以看到那個鞋鬼 多麼的害怕 他感覺說 欸我等一下又要被上印記了 我先往左邊拉一下 拉一下 那你又可以看到 克里斯塔加布朗姆直接跳上去 布朗姆那個盾一舉著 哇 那雙 飛體直接躲在小石後面 一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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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沒有辦法奈他合 而且持有老師 你還記得嗎 一開始 吸血鬼死掉 也是布朗姆從後面突然撲出來 哇 這個布朗姆真的是吸血鬼的特性啊 真的 真的好扛 又還快 我本來以為只扛雙廁手 沒有我漏看一個 全部都扛 連血鬼都扛 通通扛起來 真的萌真的萌 輔助點位擺出來是雅力斯塔 也是有補上了一些 剛剛是由老師所擔心到的 控制的環節 他是一定在補控 我要選伊澤瑞爾 他沒有要選 沒有要選那個 最後的話 你不ban伊澤瑞爾 那我伊澤瑞爾最近玩得這麼上手 而且也是這一季 目前我也一直被提 玩得非常非常多的一隻AD英雄 表現也從來沒有讓大家失望過 但他走過來的路徑上的話 其實是會被眼睛掌握到的 交船咧 TP直接亮起囉 大絕也下了 哇 哈娜我們剛剛提到過的 他的閃線已經交過了 好殘忍啊 最殘忍的那一種 完全不給活路 欸後面馬上交一根船 看到這一艇的話也是交船喔 但Ryster現在怒氣還要再趕快疊起來才行 慢慢的有累積起來 側邊FOPPO已經衝過來 感覺很不妙喔 大絕開啟 哇 被提先來的話 要直接先被Ryster給點掉了嗎 在最後一刻 吃到肚子裡面 能不能活下來 一出來的話一個狂叫猛擊 把伊澤瑞爾給轟死了 而且豬女也倒下的情況 閃電狼現在只能撤退 這一波是J-TING快速的支援 反而是多換了一顆人頭回來喔 這一隻眼 藏得真好 讓Ryster可以TP背後來做一個反包夾 這一點我猜是閃電狼 完全沒有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出視野在對方的紅BUFF區域喔 下的滿滿滿的 這個有可能會出事喔 對 直接先被抓到的 把他給擠起來 哇 石頭擋掉這一標 但是現在有點突然 這邊的話閃電狼直接吵到一大堆人啊 哇 這一潮 吵掉的是你J-TING的性命還有AD 現在HANA只有4等 他只有4等 那遠遠的一個Q技能 送上遙遠的祝福 帶走你的亞利斯塔的人頭 開始那個吃藍BUFF 來看一下這一波 這個Q沒有中 而且還快A了一條小路 讓Morning可以再繞出來 這個閃現過來要強留的人 是在Breaker的身上 能不能留到人呢 往遠遠的Q技能又有命中 再講一次 今天的Q都很準 為什麼可以這樣 看到了要來夾人喔 想殺呢 哇 這邊閃現到還是強留你 而且這個火藥連筒 哇 瑞斯塔還是死掉啦 他一定沒有想到他會這樣死 對 他應該沒有想到 怎麼會痛成這個樣子 我們看到Maple他出了裝備 哇 那大家就 迷你就揭曉了 為什麼可以這麼痛 很多 對 有點多 我覺得現在你要抓到人頭 基本上不容易 因為Betty是直接黏得太大 哇 堵過這邊的話 是稍微太過屈前被推回來 開啟這個 哎呦 有辦法脫嗎 哎呦 有辦法脫嗎 脫下來了 吃到肚子裡面的Betty 活下來了 你敢信嗎 哇 他竟然沒有死欸 他在製造隊友的困擾啊 怎麼可以這樣子 嗯 那中路的位置變成Hanami被抓 但一樣是可以成功安全撤退的 蛇蛇開啟白盾 最終還是成功活了下來 被家裡又抬下來 你還要這麼兇嗎 那一兇的結果 是他 反而送上了自己的人頭給對方 這個 這個Timing當然你也可以說 我覺得 我這個Timing他吃完巴龍 我再不硬打 好 來看看這邊直接撞上去了 Breaker 現在的話先卻想往左半邊逃脫 這個大拳一零之門下來 目標放在Hana身上嗎 Hana往上半步閃現逃走了 那左半邊是Maple一個人牽制住了三個人 Fofo只能隔著牆努力的來戳戳看 第一個倒下的人 是Hana 帶著人過來 伊哲想要來抓Fofo 但Fofo的話也是直接移到了自己家的上路2塔 保住了命 但保得住巴龍嗎 我想把Money蓄勢待發 隔著牆 這個冰的牢都甩出來了 有命 直接秒掉小咪 小咪 你就這樣子抵著屁兒了 這一個屁兒 鏟過來的話又吵到兩個人 在塔下 Hana即死開了大拳還是死掉了 Betty 哇最後一刻的話還是成功的保住了300滴的血量 而且也把風波給打退了 Maple還在前面的位置 兇著Racer 哇現在要趕快往後撤了 因為自己的狀況也不太好 但已經收掉了你的雙人線 現在這條巴龍 又成為了閃電狼可以進攻的目標 開吃了 應該蠻有機會吃掉的 絕對Maple拼登了放掉了 他們決定去吃那條土龍了 這邊側邊這一波 Tanami交閃線 哇繞過來的話 Betty高出越線過來 收掉了牛 而且下一個死的人 可能會是上路的Rest Rest一倒 Maple勞龍一甩 Fofo變成了對方放進目標 但是他回身的話是有戳掉伊澤瑞爾的人頭 伊澤瑞爾換了你家的阿祈爾 不信邪耶 Betty 他就是想要兇 他就是想要把Fofo換掉耶 但 接下來看一下閃電狼怎麼樣 繼續的把各條線路給拉開來 找到Hana Hana開了自己的大絕 應該是再見 交閃線 插了一段牆 但是這邊的話看到 小V已經先死掉了 而且蛇蛇把Hana吐出來的瞬間 金準彈幕一刷也刷掉了 因為小V死掉反而是我覺得比較意外的 怎麼會 對可能要看一下等一下有沒有replay 可以看一下另外一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哇 上前要兇大絕直接把人推走 Fofo的話還是死掉了 感覺對了 對這次的話我知道了 感覺對了 這次可以 就是這樣 而且還敢繼續兇喔 直接要兇塔下的Rest 扛著塔的傷害 吃到肚子裡面 拔掉了第一座的門牙塔 第二座門牙塔也守不住 看起來這場比賽 閃電狼在遊戲時間 32分鐘多 是可以結束掉這場比賽的 哇 我們恭喜閃電狼 2比0 擊敗了J-Team 而且兩場比賽 都是比較一面倒的戰局 看一下在兩隊 這場比賽的一些數據上面 統計跟比較 來看一下在遊戲時間 32分鐘的這個整體比賽 時間內 閃電狼拿到65K經濟 J-Team只有47K 那在全部的地圖物件中 J-Team有拿到一條地龍 但是其他的塔術 冰銀 龍 跟巴龍 都是輸給了閃電狼喔 對 對 對